港元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印象都很深 昨天我們有個觀眾發了一條問題上來 就是說如果港元和美元真的脫鉤的話 對什麼股份有利的 講一點背景就是 科大經濟系前教授雷鼎明 早前出席電台節目就說到 1973年以來香港就是1973年 港元和美元掛鉤 就實施了一個聯繫匯率 他說那時是一個正確的制度 但是現在就已經不合時宜 因為香港的經濟現在就和內地更加緊密 又憂慮美國就會將香港踢出swift 系統 認為必須要防範和有底線思維 應對美國一旦禁止港元兌換美元 好 Jason 你的分析 你覺得脫鉤的機會大不大 你說10年後我不敢說 但是你說在未來這幾年 可能5至10年裏面 機會就應該很尾 我原因在哪裏呢 我就不是說你脫鉤完全沒有好處 因為如果你說現在大家覺得 有機會脫鉤的原因 就是說可能兩邊的貨幣政策又不一樣 比如好像這一段時間 美國那邊要加息 但是你說在內地或者香港這邊 經濟又一般的 就不應該加的 但是聯繫下你沒得選擇 美國加 香港的highball這些 都會跟著是升 這個是一個比較被動的地方 另外你說有些教授提到 可能未來美國有機會制裁中國 會不會令到港元方面都換回去美金呢 或者可能令到一些海外的美元資產 又會有些的凍結 但是我這樣說 如果你說就算你脫鉤也好 但是是不是等於你不需要用到美元呢 比如你說內地現在整體的人民幣 或者是向外做一些結算 那些支付 基本上大部分國際來的都是在用美金 就是你內地大部分銀行 都是在用SWIFT的系統 所以即使你說不同美元掛鉤也好 如果人家真的要制裁你 禁止你用SWIFT的話 你用港幣都幫不了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處 就不是說太過成立 當然我為什麼覺得機會都不大呢 就是因為本身一來你說脫了鉤的 那你跟什麼貨幣掛鉤呢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人民幣掛呢 如果你說可能十年之後 人民幣就是完全做到一個全面開放 自由浮宕 整個資本上是全開了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你說這一刻 暫時你又不能夠完全掛著人民幣 那你是不是給得港元去到FIFO呢 如果你FIFO的話就很嚴重的 因為你想說現在你美元那邊 不斷加息 美金有強勢 如果你說港幣一脫了鉤 我都挺肯定是會大幅貶值的 那你不要忘記現在香港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進口的嘛 是不是自己沒有什麼生產可以自給自足的嘛 那當然你說貨幣突然之間大跌 那你向外進口買東西回來的 那你的成本又會不會高很多呢 到時候你通脹又怎麼處理 就是誰負責呢 那所以我覺得在現階段 你一說到脫鉤 你都沒有提到 就是還有一些後遺症是什麼呢 就說到時候那些資本就不信你了 因為現在你說了很多的錢進來香港投資 其中的賣點就是你的匯率穩定 就是希望我不會害怕 我買完你的東西之後 走那一刻 你突然之間大幅負責值兩成 就是你等於好像你投資了一些非洲貨幣 那根本上你這個風險太大 所以你說一去到脫鉤 那些外資對你沒有信心 那你的金融體系 一面對資金外流方面 又是否應付到呢 所以剛剛講的這幾個點 我自己都說服不到自己 為何說可以在短期裏面 可以說有個脫鉤的可能 就是這麼大的制度的改變 如果真的有機會要落實的 社會都要有充分的討論 還有要有一定的研究 太疙瘩了 Maj2,1,2,2,3,4,3,4,4,5,1,4,5,2,0 感谢观看